TVB第一次拍金庸武侠剧是在1976年 可以说这部剧的成败奠定了TVB日后拍剧的风向标 这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为了确保人员万无一失 TVB请王天龄也就是王金老爸亲自操刀 郑少秋汪明泉领先主演 虽然现在看画质有些粗糙 但在当年实属大制作了 本期的波罗巨大刀就和你聊聊 TVB首部金庸剧里的那些人那些事 TVB拍了二十多部金庸剧 从70年代开始几乎是一年一步的节奏 这全部要归功于书见恩仇录的成功 1976年TVB拍的第一部金庸剧 不仅收视率狂飙 捧心力度也是空前绝后 这部剧让郑少秋红遍香港和东南亚 成为TVB当之无愧的顶流小生 书见恩仇录中秋冠一人分是三绝 我们经常能看到两个秋冠同时出现 在那个特效不发达的年代 想想郑少秋的演技得有多绝 而且他能选中当书见恩仇录的男主 和沈殿侠一点关系都没有 王天龄在众多小生中看中了他 再加上郑少秋经常在欢乐金庄 暴度环节中应变自如 高层对他早就青睐有加 书见恩仇录的大火 可以说是郑少秋自身努力的结果 吃软饭上尾不存在的 当然不能否认上欢乐金庄是肥结引荐 但效果好坏 还真得看个人功夫了 现在看来书见恩仇录的故事情节 真的很无聊 但演员是真拼 这是TVB第一次正经八百捧星 在七十年代郑少秋的人生和开得挂一般 他飘逸洒脱的气质让女人们着迷 当然郑少秋也不完全凭流量 他个人也非常努力 方明权就说过 在他眼里只有两个人最勤奋 一个是郑少秋 一个是刘德华 为了拍好武侠剧 他拜刘家良学习武艺 苦练普通话和乐剧 导演说从没见过一个男人 能把扇子玩那么漂亮 自古英雄多风流 郑少秋那双桃花眼注定此生要欠情债 新冠南段家务史 再加上爱捕风捉影的媒体 这家务事就更难断了 郑少秋到底有没有靠肥姐上位 见仁见智吧 毕竟秋冠的实力在那摆着 那个年代就算没有肥姐 他也差不到哪去 难道不是吗 书记恩成录作为TVB拍的第一部金庸武侠剧 全台上下都很重视 王天玲导演郑少秋男主 这已经赢了一半 剩下的就要看女演员表现了 这种大制作剧 当年女主必须是汪明权 七十年代四大花旦之首 赵雅之都被排在他后面 书怡与安安这些依次往后排角色 直到现在汪明权都是TVB的定海神针 所有大场面 阿姐必须到 他洒脱霸蛮豪气苛刻 严谨敬严 这些本单出现在男人身上的标签 结果让他全包揽了 可想而知这个女人有多么不容易 黄金给他取了阿姐的名号 说在香港女演员中 只有汪明权有大姐大的气场 说实话 演书见恩成录的时候 沈甸一霞还吃了汪明权的醋 两个女人在TVB都属于 谁也不敢招惹的类型 大家只能隔岸观虎斗 众所周知TVB抠门 给艺人弄独立化妆间和休息室 想也别想 但汪明权和沈殿霞一人一个 直到现在也没人能有这种特殊待遇 排在汪明权之后的就是李思琪 你别看他现在只能演何妈 年轻的时候 人家可是唯一获得殊荣的香港公主 在TVB四进四出 要是一般女性早玩完了 李思琪和TVB的缘分可以这样概括 始于颜值 静于才华 何于性格 久于善良 他就移民加拿大 几年后重回TVB 又凭借真情里的善仪 重回事业巅峰 后来因为身体原因又退圈了 2005年重回TVB 唐新风暴就在那里等着他 这是一个不受颜值和年龄限制的演员 只要他想TVB的大门永远敞开 TVB拍书见《恩仇录》的时候 饰演李原指的正是黄淑仪 曾经有港媒爆出 拍书见《恩仇录》的时候 女花旦们就因为戏份轻重 私下暗中较劲 后来汪明权就假戏真作 在戏里刺伤黄淑仪面颊 不过后来黄淑仪澄清是误会 有媒体专门拿他们三个花旦来炒作 不过黄淑仪又说 汪明权刺伤她连一句问候都没有 也许我无心 人家有意吧 70年代四大花旦里 黄淑仪是最没事业心的那个 再次回归 她已是锦绣良缘里的大当家 年轻时黄淑仪长得花容月貌 一路走来遇到不少潜规则 对她的事业影响不小 差点被TVB雪藏 黄淑仪坦言 现在对演戏更没有热情了 还不如回家当奶奶 这部剧里饰演香香公主的 就是余安安 没错 就是那个和尔东生谈恋爱 和周润发结过婚的余安安 和周润发离婚后又嫁入豪门 可惜最后老公破产 她又帮忙还债 后来她一个人独自带着孩子 演商业片为生 还兼职做主持人 宝贝计划里的首富李太太 就是余安安再次付出的模样 这么说来 《书见恩仇录》确实是一部老掉牙的港剧 因为演她的人都是爷爷奶奶辈儿了 再次谈书见恩仇录 看的不是剧 而是人生啊 你认为呢 原来这条下关注 她想听VB的时候 就真的找不到了